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要來接著看一下如何分享檔案 還有分享資料夾囉 OK 好 那要分享檔案呢 就是要從我們上一次看的 創造的那個新檔案開始 對不對 OK 好 那其實有很多種方式 那在檔案上面的話 你可以把它連選起來 好 那這邊你會看到有一個人 然後有一個人形 然後有一個加號 那這個就叫做共用 你看到基本上你把你的這個游標 移到這些標誌上面的話 其實它都會說你 比如說共用 比如說這個叫做移到 比如說這個叫做移除 OK 其實呢 慢慢來 每個地方你都能停一下 看一下 那其實大部分它都會告訴你說 怎麼回事 好比說育 OK 好 所以你可以先把它點選起來 記得要點選 上一集我們已經講過了 OK 好 點選起來的話你會看到共用 或者是呢 你可以在這個檔案這邊 身上然後按右鍵 按右鍵的話這邊其實也有共用 然後還有更多更多這些有的名字 OK 好 那我們現在用的比較簡單的就是呢 把它點選起來 然後在這邊按共用 好 好 那共用之後的話 我們就會看到說 欸 這邊的話有一個連結嘛對不對 好 這個連結的話其實你只要 如果你是在Windows上面的話呢 你就按 你就按Ctrl C 對不對 就可以把它Copy起來 OK 好 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在它這邊按右鍵 在這個連結上面按右鍵也有複製這樣 OK 好 那問題就是說你這個連結要有用的話 好 你這個連結要有用的話呢 它告訴你說僅能由協作者存取 也就是說你還是要指定誰跟你協作 這樣 OK 如果沒有指定誰跟你協作 它這個連結只有對你自己有用的 好 OK 好 那所以呢 我們還是要在這個地方呢 去指定說誰是能夠存取這個檔案的人 然後 OK 好 那通常呢 那我先把這個線條 通常的話呢 你必須要在這邊 這邊有個邀請別人 邀請別人的話也就是邀請你的親朋友啦 跟你共用這個文件的人 OK 那只要你有他們的E-mail 那你的他們的E-mail在哪裡呢 基本上 如果你的那個Gmail的同學裡面有他們 那你就有 OK 如果你想不起來的話呢 你就可以試試看 這樣打打看 譬如說像我的這個 Gmail的我這個裡頭的這個 通訊錄呢已經有這個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就是另外一個我啦 OK 好 我們同樣講說這個 你呢做這個資訊融入教學的話呢 要角兔三庫 甚至於你可能需要兩支角兔 因為呢 有時候三個帳號還不夠 OK Anyway 好 那我們呢 這邊的話你就把這個E-mail弄上去 OK 好 弄上去之後的話呢 那要注意到喔 這邊有一個東西 也就是說呢 當你把你的這個檔案邀請別人來看的時候 他可以有三種權限 好 所謂的三種權限的話就是說 你可以把這個檔案給他怎麼樣 可以編輯 那可以編輯的話這邊原來就是打工的 因為呢 既然我們講說 Google 於端令也是要跟別人共享的對不對 是要跟別人協作的 所以應該是要讓別人可以寫 所以預設的 他預設的就是可以編輯 好 那如果你不要讓他可以編輯 比如說你不希望你的文章呢 讓人家從裡頭去改 好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可註解 可註解的話就是說 你可以呢 把一段文字標起來 然後呢 用加上註解的方式 OK 這樣子的話 你原來的文字不會被改掉 但是呢 別人給你的註解或建議的話 你可以看到 或者是你通通不要給他改 通通不要給他改 他只能檢視 可檢視 OK 有三種權限 文件 如果你跟人家分享文件的話 有三種權限 好 那我們先用他預設的啦 也就是說呢 比如說你把一篇文章呢 分享給其他的人 讓人家呢 跟你一起來一起寫 一起腦力計到什麼的囉 OK 好 那這邊的話 他有一個透過電子郵線通知對方 這個最好要勾起來 讓那個人來 在Email 裡面看到說 喔 原來有人跟我分享 加入訊息就是指說你要不要寫一下 因為在 如果你這邊有加入訊息的話呢 在Email 裡面這段字就會出現 比如說你寫說 喔 親愛的某某某 OK 好 這個是我你的草稿 那我把他分享給你 你幫我看看哪裡不對這樣 OK 好 那呢 通常我是沒有加啦 因為通常的話我比較沒有那麼搞 累手 我呢 就直接呢 我會先跟那個人講說 我會分享給你 然後我就直接呢 就傳給他就好 OK 好 那當然你要加的話呢 有些禮貌就掉 但是有時候常常用的時間 OK 好 或者是有時候其實就在辦公室面對面 他就是用電腦把東西傳給你 OK Anyway 好 你就呢 找好這個人 然後你就按傳送 有沒有 嗯 你看這邊就馬上多出一個人來 然後他的權限就是可編輯 好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還是可以改 有沒有 你如果後來後悔了之後你還是可以改 並不會說設定一次就是永遠 OK 好 那當然像我的話他就是擁有者 這個就沒辦法改 因為我本來就是這個檔案的擁有者 但是當你分享給別人的時候 你就可以隨時隨地改 好 然後呢 好了以後你就按完成 OK 好 那這個地方啊 當你按完成了之後呢 其實你看 如果你用這個 詳細資料與活動 你也可以看到說 你看到他跟你講說 共用了一個項目給這個人 有沒有 這樣 OK 好 所以在這邊還是可以看到 好 所以這個就是文件的分享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怎麼樣 來分享一個檔案夾 一個資料夾 那你要分享一個資料夾 要先建立一個資料夾 好 所以我們來建立一個新的資料夾 也是一樣從這個建立對邊喔 好 所以我們建立一個資料夾 好 新資料夾 好 那我們來給他取一個名字唄 好 OK 我們就把它叫做 然後公如 然後呢 延 延 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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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 這樣 OK 好 然後呢 國文科 國文科 這樣 國文科 嗯 好你看也是一樣嘛 馬上就出現 OK 好 那這個資料夾的話呢 裡面可不可以再生資料夾 可以啊 比如說你看我剛才點進來 然後再回去 對 雲竿硬碟 點進來 裡面就空空的嘛 那你這裡面呢 你要建立資料夾 要建立文件 隨便你 要建立 這些東西隨便你這樣 好 你都可以再建立 好 那現在我們有一個這個資料夾之後的話 那你說哎呀 這個的話呢 這個檔案我要想把它呢 移到那個資料夾裡面 其實你就只要點在他身上 然後拉托托托托 托到這邊 然後你看到他變色的有沒有 放起來變色 然後你就放 OK 然後你看他就進去了 嗯 好 所以很方便咩 好 跟呢你在這個電腦上使用資料夾 其實是一樣的喔 OK 好 那呢這個資料夾 這個延期資料這個國文科啊 我們怎麼樣 我們剛才不是講說我們在學習分享嗎 好 那一樣的很簡單的 那他有更多的方法 比如說你看到他這邊 這個研習資料國文科 這邊是不是有一個小小的倒三角形呢 對 這個小小的倒三角形呢 你把它點下去就會有一個選單出現 然後又是一個這樣子方便的選單 這邊又有一個什麼 共用 對啦共用就是分享 OK 或者是我們剛才講到 還記不記得我們前面講到你也可以用什麼 你也可以用點選 有沒有 點選一樣你也看到有什麼 不用 OK 好 或者是呢 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你可以到處看看 然後在這裡 不是 他已經都跑到哪去了 沒關係 你看我手跟他有點熟不熟 沒關係到處看一下 好所以基本上呢你可以用這個小三角形 或者是呢 你可以呢 用這個點選這邊也有 OK 好那所以我們還是利用這個點選 然後上面這個大按鈕 大大的按鈕看得清楚 OK 所以呢我們就在這邊 點進去 一樣也是有共用設定 好那共用設定這邊的話呢 一樣它有個共用連結 好那一樣這邊其實這個也就是怎麼樣 你一定要指定誰跟你共用 這個連結才有用 這樣 OK 好這個一定要這樣 好然後呢 嗯 那我們這邊一樣 你也要指定說呢 你要去找誰來跟你共用 好那一樣我剛才講過說 這些通訊錄呢 都在你Gmail的通訊錄裡面 好所以只要你Gmail的通訊錄裡面有的話 應該就可以找得到 即使你不太記得那個人的Email 但是你至少知道他要中文名字 OK 或者是他可能會有Email名字 OK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就邀請別人 好我們一樣用剛才那個 就選另外一個我 好那Email出現啦 我就選他 選他 好來我們看到 這邊又出現了什麼 又出現了所謂的一個編輯的權限 然後存取的權限 好那存取的權限的話 在檔案夾 當然你不可能在檔案夾上面加速度 那還蠻奇妙的 所以檔案夾的話呢 就只有什麼 可編輯跟可檢視兩種 OK 那一般來講的話 如果你是要跟別人共做的話 比如說大家要一起把東西 丟到這個資料夾裡面 比如說你開個資料夾 讓大家把活動照片都丟上去 那你就要設什麼 可編輯 OK 好那可編輯 如果你把資料夾記得 如果你把資料夾設成可編輯的話 也就表示那個資料夾裡面 所有的東西都是可編輯 除非說你另外再做設定 OK 也就是說你這個資料夾 如果裡面你放了一個檔案 那個檔案就會變成可編輯 放了十個檔案 那十個檔案都會變成可編輯 OK 好那你也可以把它設成可檢視 可檢視一般來講的話 就是你不想讓人家 動你那個資料夾裡面的內容 比如說呢 比如說我們當老師的 你可以設一個資料夾 讓學生可以去看裡面的講義 但是他不可原動 OK 那通常來講我如果設給學生 我會都會這樣設 因為呢 要不然小孩子他可能就不小心了 不小心的話就把你的東西給苟見 這樣很麻煩 所以要看你是什麼樣子的用途 那通常如果說是跟這個工作團隊 跟同事跟工作團隊的話 我們都會設成可編輯 OK 或者是同一群人要分享物品的話 會分享檔案 好那所以呢我現在就把這個 資料夾這個檔案夾 這個分享給另外一個人 讓他可以各個一起編輯 好這樣就OK啦 好這樣OK 好那這樣子的話其實你就可以按完成 不過呢這個存取權 存取權這邊最上面這個東西 他說特定使用者才能存取 可能你會覺得他有一點點廢話 因為不是每次都要用邀請 但是呢我們來看一下其中有什麼玄機 如果把這個變更點下去 你會發現說呢他也可以怎麼樣 他也可以做到完全公開 OK 那完全公開的話就等於說 你把這個資料夾公開在網路上面 只要有剛才那個連結的人都可以進去 拿東西放東西 甚至於還可以把東西刪掉 就是沒有什麼秘密可言 只要他有剛才那個上面那個連結 那通常比較少人願意這樣 OK 所以呢你也可以用知道連結的使用者 OK就是anyone with link 只要有知道這個連結的使用者 OK 那你說啊這個差別在哪裡 這個公開在網路上 也就是人家如果用搜尋的搜不定 也可以搜尋得到 連那個連結都不要 那這個的話就表示說他一定要這個連結 沒有這個連結的話還隨便搜 還搜不到 好那我們剛才原先設定的是特定人員 OK 好那知道連結的使用者的話 有時候他的一個方便是怎樣 他的方便的話就是說呢 如果譬如說你要把一些研習的講義 研習的資料給別人看 或者是呢你呢 有一些東西你要給學生看的時候 然後呢你沒有他們的E-mail 你沒有他們的E-mail 你沒有辦法分享給他們的時候的話 可以把這個連結給學生 讓他們自己這樣送去看這樣 OK 所以呢就是說不同的權限有不同的用途 好是這樣 OK 好那所以我們還是回到這個特定人員使用者 好那我們邀請了一個人 那我們就按完成 這樣子 OK 好那呢 這邊的話我們裡面這個 裡面這個的話就會變成它是怎麼樣 我們剛才講過 然後如果你資料夾本身是分享給人家可以存取 可以編輯的 那這一個檔案別人就可以編輯了 這樣OK 好 所以呢是這個狀態啦 這樣OK 好 那我們之前講過說如果有人分享給你的話 你要在這邊看 譬如說呢 這邊的話 如果這邊已經有一個人 就是另外一個我 他呢分享了一個檔案給我 叫做股記 那你就會看到它出現在這邊囉 OK 好那如果呢 我想要有這個信號標記的檔案的話 找信號標記的檔案的話就到這裡來找 這樣子 OK 所以這基本上就是一個資料分享的一個過程 OK 好那這個也許並不難 但是呢是一個還蠻重要的一個觀念 OK 因為呢這個會牽涉到說呢 如果你在給學生檔案的時候 如果你把那個分享打開的話 學生可能就看不到 懂我意思嗎 譬如說像我剛才講說 你有一個檔案 譬如說簡單來講 我們說考卷的解答 考卷的詳解 你有一個考卷的詳解 你要放在這裡 然後讓同學呢 讓同學用平板就可以上去看 但是你沒有他們的email 那怎麼辦 譬如說我們假設說 這個是考卷的詳解好了 好 那你把它放在這邊 你希望呢 讓同學可以上去看 但是呢你又沒有他們的email 你沒有辦法一次全部分享給所有的人 好那如果照我們剛剛講的就是說 我們可以用什麼 可以用共用 那共用這邊的話 你就把這個特定使用者才能存取 變更成為說知道連結的使用者 好然後呢 你讓學生可以檢視就好 不要讓他可以編輯 OK 好不要讓他去亂動你的東西 這邊啊 這邊還有一個要改的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只要你儲存 然後你把這個連結給學生 OK 你把這個連結給學生 這樣子的話呢 他們就可以上去看 那這個連結的話當然有一點點麻煩 因為他弱弱等 他很長 所以通常我現在採取的方式的話呢 第一個就是呢 好我們先把它複製下來 第一個的話呢就是 我怎麼樣 第一個的話就是呢 我會用這個google短網址 goo.gl 這樣 這邊有一個google的短網址服務 好那你只要把你那個 洛洛等的這個網址貼上去 好然後呢 抱歉他沒有中文的服務啊 所以你可能 我們可能就是只好感染 OK 好然後呢 就讓他縮短 縮短因為這件事實在這麼短啊 是不是很感染 OK 那這樣的話 學生呢即使是用打的 也還可以 然後花一點時間這樣 OK 好那呢 這邊的話你看他就叫你說呢 這個 如果是一般的電腦的話 請你用ctrl c 然後就可以copy 然後放在某個地方這樣 OK 放在檔案上面放在什麼地方 好那可是事實上的話呢 你看他這邊有個details 有沒有details這邊把它點進去 點進去的話呢 各位老師 您會看到這邊有一個所謂的 qr code二維條碼 這個二維條碼的話呢 你只要把它 這個有點太小 好如果我們在教室來做的話呢 請你可能要把它複製按右鍵 好按右鍵然後複製 好或者是存起來 然後呢把它放在word裡面 把它在word裡面插入圖片 OK 反正就找個地方 比如說這邊的話我們就複製影像 這樣子 好然後呢我就呢 你也可以直接在google這邊 看一個文件 好然後呢貼上剛才的那個複製影像 好那你閒得太小狗飯 那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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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然後呢這樣子的話 在班級的這個投影機打出來的話 應該就夠大 要幹嘛用 給學生呢 用他的平板電腦 或者是呢用他的這個智慧型手機一掃 他呢就可以得到那個檔案的一個連結 他就可以去看那個檔案 好比說你給學生的一個考卷詳解嘛 對不對 OK 所以基本上是這個樣子的 就是說我後來用的方式大概都是這樣子 因為這樣子的話呢 比較節省時間 萬一你呢 一時之間還沒有學生的email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種方式 否則的話當然像我們剛才講到說 你只要把這個資料夾 你只要把這個資料夾 分享給你的學生一次 以後你什麼東西都往裡面放 這樣子的話呢 也就不用在那邊二維條嘛 在那邊QR code OK 好所以呢這個是到目前為止 我很簡單的 希望夠簡單 我很簡單的講一下呢 檔案跟資料夾的分享 順便附帶講一點QR code 希望不會太難 OK 好那所以呢我們這個檔案與資料夾的 這個分享到這邊 好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我們再繼續來看這個第三集